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小兄弟没有了 他居然被强行做了变性手术 还没缓过神来 医生拿着箱子走进来 原来是给他送扩张器的 里面有S到XXXL不同型号 医生要求他从小到大按顺序使用 只有这样 才能让伤口愈合得很完美 医生表示如果不听劝 自己会直接杀了他 几个月后医生给他检查伤口 结果让医生很满意 他以为自己可以走了 可医生却冷冷地回答道 原来就在几个月前 小文参加了一个婚礼 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叫诺马的女孩 在婚礼结束后 因为太上头的缘故 小文将诺马骗到小树林 对他行了不轨之事 可刚进行到一半 诺马因为太害怕 他开始大声尖叫 小文担心会被人发现 于是情急之下给了他一巴掌 没想到力度没控制好 直接将诺马扇晕过去 小文吓坏了 立马骑车逃离现场 这一幕正好被寻找女儿的医生老罗看到 随后也在小树林找到了女儿 但这件事给诺马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创伤 他也错把手在床边的爸爸当成施暴者 虽然有在医院积极治疗 却并没有什么效果 诺马最终还是没有挺过去 选择跳楼轻生了 老罗悲痛欲绝 但是要报仇 他安葬好女儿后 就找到伤害他的情少 他驾车一路尾随 猛踩油门 在一飞暗处将他撞翻在地 还没等小文说话 打出一针麻醉针将其制服 小文醒来后 发现身处地下室 而自己裤子被拔 面前放了一个水桶 顾不得那么多 他赶紧上前喝水 这时他发现 自己的手脚都被手面拴住 他用力拽却发现无济于事 很快 老罗走进地下室 他二话不说 直接给小文冲了个凉水澡 见他饿得不行 给他端来一盆汤泡饭 小文赶激涕灵 直接上手抓 这天 老罗参加女儿的葬礼后来到地下室 他开始给小文刮胡子 见他话多得很 直接将他迷晕 随后把他绑在手术台上 强行进行了变性手术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婴 下次的改造 直接将王七的脸换了上去 不得不说 老罗的医术真是个高超 竟毫无违和感 等恢复回来 小文的身体也被改造完成 为了保护皮肤 老罗还要求他每天穿特制的塑形衣 他借口让老罗帮忙拉拉链 结果反身给了老罗一脚 直中要害 抢了钥匙转身就跑 可谁知老罗还留有一手 他用遥控降门反锁 还封锁了其他出口 老罗持枪出现 小文赶紧去厨房拿小刀防身 他威胁老罗 谁知老罗根本不怕 走投无路的小文直接上手 老罗吓得赶紧上前 抱起小文重进抢救室 还好伤口不深 老罗将其救了回来 看着自己任人摆 小文绝望了 他每天按部就办 也不再有过激行为 很快 老罗将小文的面具摘下 看着面前熟悉的面孔 老罗动容了 他告诉小文以后他叫薇拉 因为这是他已故妻子的面容和名字 女人拥有吹淡可破的皮肤 可在这具完美面孔的背后 竟然是一个标形大汉 他因为侵犯了整容医生的女儿 于是被医生绑架 不仅给他做了变性手术 还将其整容成王妻的模样 为了研究人造皮肤 医生还用火枪不断考制他的皮肤 为了继续研究改造 医生老罗将他囚禁起来 因为人造皮肤很容易被破坏 于是让小文戴上面具固定 时间过得飞快 人造皮肤和小文的脸已经完美贴合 摘下面具后 老罗看着熟悉的面孔不禁动容 他给小文改名为薇拉 因为这是他王妻的名字 还将连衣裙放在他床上 小文气急败坏 拿起衣服就撕个粉碎 以此发泄心中的怒火 随后用吸尘器全部吸走 眼不见心不凡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每天进食的所有饭菜 都被加了大量激素 再加上日复一日的瑜伽节目 和心理暗示 小文已经慢慢地接受了现状 这天 老罗进入房间 小文妖娆地依靠的沙发上 他已经给了小文完美身材和皮肤 已经不需要改造了 医生直接拒绝了他 随后转身就躲 可小文不愿放弃 甚至还贴上来 熟悉的面孔 热情的举动让他方寸大乱 立马逃离了房间 他开始不断用行为和言语聊过老罗 因为他知道 自己顶着的这张脸十分有价值 而老罗似乎也对小文有了变化 这一幕被老妈看得透彻 他提醒老罗 不要沦陷进去 这女人的目的一定不简单 戳破心事的老罗心里烦躁 将所有仆人都解剥了 这时 一个cosplay老虎的光头男来到大门前 原来他是老罗的地狱 趁着老罗不在家 撇开老妈闯了进去 在吃饭时 老妈看见电视在放通鸡饭 被监控拍下的正是自己的小儿子 老妈不禁指责 可光头男却不以为然 吃饱喝足后 无意间看见监控的女人 她瞬间心话怒放 为了不让事情变得难以控制 老妈赶忙拿出手枪威胁 想将小儿子赶出房子 可谁知光头男慢慢靠近老妈 一个剑步将手枪夺了管 争夺中心小心打碎了杯子 还顺手将老妈绑了起来 为了防止老妈叫来其他人 她用抹布塞进嘴里 可外头的打动声 还是惊动了房间里的小文 她拿着对讲机不断询问 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光头男从楼下到楼上 一间一间找 最终停在一扇被锁起来的门前 两人经过谈话 光头男得知老妈有钥匙 她立马转身下落 老妈答应用钥匙交换 但必须放了自己 可光头男不想有人坏了她的好事 于是得到钥匙后 再次将抹布塞进老妈嘴里 小文听到男人上楼的脚步时 她立马跑到墙根处 找准时机 一脚踹在门上 光头男没有防备 一下被踹倒 小文则趁此机会拔腿就跑 光头男反应迅速 大手一勾 直接拽倒了小文 女人被光头男死死拽住 她拼命扯着栏杆 希望以此挣脱 可终究是力量悬殊 女人还是被光头拽回身下 一翻开油后 被光头男扛起 他们去了卧室 就在这时 老罗回到家 看到老妈被绑在椅子上 她知道出事了 立马举枪冲进卧室 看到眼前的景象十分气愤 两枪结果光头男 老夫人进来收拾残局 看着面前的一滩血迹 她不禁感叹 原来老罗和光头男是亲兄弟 但是两人相互都不知道 就在几年前 光头男和威拉私奔 结果不慎遇到车祸 大火将威拉烧得面目全非 光头男却逃了出来 老罗将威拉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威拉接受不了毁容的自己 最终跳楼自尽了 这些老罗处理完光头男的尸体 回到家中 她将带血的被子 扔进火盆中焚烧 自从那天之后 老罗不再求禁女人 他们过上了真正的夫妻生活 女人也答应永远不会离开老罗 看到此情此解 老罗真的沦陷了 她开始相信女人的话 甚至还让老妈陪她一起逛街 可老妈对女人心生怀疑 她觉得这就是女人的一个幻子 她不禁训斥老罗 两人的对话被女人打断 临走前还亲了一口老罗 但是老妈对她不放心 将手枪揣在包里 如果女人逃跑 她会直接了解她 老罗和同事在园中修理花草 随后 她带着报纸找到老罗 原来六年前的那场变性手术 是他们一起做的 而报纸上失踪的小朋友 正是那场手术的男人 可现在他依旧没有回家 所以同事怀疑是老罗绑架了他 利用他的身体 做自己研发的实验 因为根据同事对老罗的了解 他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同事将自己的想法道出 老罗却觉得是在威胁他 他将烟掐灭 从抽屉里拿出手枪 女人正巧回来 她告诉同事 说完就坐在老罗的腿上 同事看着两人 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女人此时看向报纸上的照片 痛苦的回忆不禁涌上心头 没错 照片上失踪的男人就是威蜡 她被老罗绑架 强行做变性手术 期间她还不断地折磨她 这些都是她挥之不去的回忆 夜晚 两人在打扑克 女人借口说买了润滑油要下楼去拿 可她下楼后直冲抽屉走去 把枪也装进包中 下一秒 她一枪结果了老罗 也结束了这么多年的噩梦 老夫人听到枪声 立马持枪上楼查看 推门进去 引入眼帘的就是儿子的尸体 老夫人四处找女人的踪迹 没成想 女人藏在床下 她偷偷对准老夫人 结果了两天 女人立马从床下爬出 她换上裙子 往家中的服装店走去 看着昔日的母亲 女人不禁潸然泪下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中的老罗爱妻爱妮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好丈夫好爸爸 可她又为了一己私欲 绑架男人 让她生不如死 人有多面 爱意如此 可以溢满幸福 也可以泛滥成灾